臭名昭著的俄155旅突擊隊被烏軍第95空突旅全監 泽戀斯基證實朝鮮軍人已參戰 邪惡軸心肩并肩 刚上任一小時 真主黨精銳拉德萬旅新指揮官就被以軍清除 聯合國維和部隊竟成為真主黨保護傘 真主黨地道出入口就建在維和部隊旁 以色列重申 聯合國秘書長為不受歡迎的人 永遠禁止入境 以色列為什麼和聯合國秘書長結下了梁子呢 以色列突遭重大挫折 真主黨無人機群強襲乙軍基地 死傷慘重 乙軍殺瘋了 大炮狂轟中共維和部隊 早就看你不順眼 網傳中國派駐黎巴嫩幫助真主黨的IT小組被以色列F35全部炸死 該小組成員全是高智商博士後 最新資訊條條精彩即將呈現 聚焦戰場動態 剖析地緣爭端 歡迎收看新冷戰情勢 我是宇童 視頻製作不易 請您盡量看到最後 這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和支持 並請老朋友先給我們一個點贊 新朋友等看到最後再做決定 謝謝大家 快訊 以色列攻入黎巴嫩後 不少據點的真主黨都紛紛放棄陣地 並沒有抵擋住乙軍的攻勢 隨心消息 真主黨現在終於同意執行聯合國的決議了 以色列時報報導 當地時間10月12日 真主黨同意執行聯合國的第1701號決議 將退到利塔尼河的北岸 但實際上 該決議是從2006年就被聯合國批准通過的 不過真主黨方面一直拒絕執行了18年之久 在這18年中 真主黨還違反聯合國規定 向以色列的北部社區發動襲擊 現在 隨著乙軍升級對真主黨的清剿行動 並在連續清除其三任最高領導後 真主黨終於想起来 還有這份1701號決議 目前 真主黨方面尚未回應該傳聞 相關消息有待進一步驗證 不過真正的問題在於 就算真主黨願意執行這個決議 以色列方面會給他們這個機會 就此收手 還是會一鼓作氣 痛打落水狗 徹底解決這個北部威脅呢 從現在的戰場情況看 以軍絲毫沒有停手的跡象 昨夜以色列空軍又照例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真主黨控制區 發起了猛烈空襲 貝魯特的上空緊接著燃起巨大的火球 現場爆炸聲此起彼伏 更有消息稱 以軍在行動中還襲擊了真主黨情報部門的指揮官 瓦菲克 撒法 如今 他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情況相當危急 而真主黨所謂的精銳部隊拉德萬旅的新任負責人 侯赛因 穆罕默德 阿希里也傳出被以色列消滅 引人注意的是 阿希里上任才不到一個小時 還沒從接受精銳部隊的喜悅中回過神來 以軍的攻擊就接踵而至了 另一方面 伊朗官方媒體今天證實 在真主黨總部的廢墟中 發現了伊朗聖城軍的副司令 阿巴斯尼勒弗魯上的屍體 原來他早在數周前就被以軍清除 此前有報道稱 佛羅尚和真主黨儲存的15億美元現金 以及大量黃金一起被消滅融化了 10月13日 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 实施大規模空襲 地面至少有4個屍向黎巴嫩南部推进 随着以色列加大空襲力度 真主黨成员大量伤亡 以軍開始挨克進攻 逐步清理真主黨地道和据点 如今 真主黨剩下零星抵抗 無法對以色列形成優勢 真主黨不僅缺乏人員 装备也開始缺乏资金 短程和中程导弹只剩下三分之一 形勢愈发不妙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在視察黎巴的南部时 霸奇表示 前线真主黨的軍事目標将被彻底消灭 而且永远不会再建立 自2023年10月8日以来 真主黨向以色列发射 三萬一千枚火箭弹和无人机 现在以色列开始还击了 过去一个月真主黨伤亡惨重 无力再进行大的战斗 最终会和哈马斯一样 哈马斯在加沙有人质 而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没有人质 但有联合国黎巴嫩维和部队做人盾 连离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存在46年 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 生效18年来都未能执行相关决议 真主党46年来愈发壮大 近18年来 连离部队也未能帮助黎巴嫩政府军 控制黎巴嫩南部 如今真主党被以色列打惨了 连离部队也面临风险 以色列早就看不惯 这个失卫苏参的部队的存在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就是恐怖分子的保护伞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昨日再次发表电视演讲 敦促联合国尽快从黎巴嫩南部 撤离维和部队 那么作为和平味道是 以色列为何一再敦促联合国 撤回维和部队 并在离南执行军事行动中 与连离维和部队发生四次摩擦呢 民间有句话叫做 一个巴掌拍不响 换作是你 你也会让他们离开的 驻扎在离南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有多个国家的一万多名军人组成 是在2006年离异冲突后 根据联合国1701号决议 执行维和任务的 任务范围在下面的蓝线以北 根据1701号决议 蓝线以北到利塔尼河间 属于联合国维和区域 这片区域怎么说都不应该有武装组织 因为安理会1701号决议 核心条款包括以下内容 一 解散离巴嫩全体武装组织武装 确保离巴嫩境内 只有国家合法武装力量 二 未经离巴嫩政府同意 不得有外国军队进入离巴嫩 三 除离巴嫩政府授权外 禁止向离巴嫩出售 或提供任何武器与相关物资 四 以色列需要向联合国提供 其掌握的离巴嫩境内 所有剩余地雷图 五 双方需完全尊重蓝线 并在蓝线和利塔尼河之间 建立武武装人员 军事资产 以及武器区域 离巴嫩当局与连离部队除外 但如果我们粗略地看看中东局势 就能看出 连离部队18年以来 究竟有没有履行义务 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除按照1701号决议 以色列做到了第四条外 其他各条均被无情践踏 一 真主党有没有按照 1701号决议解除武装 不仅没有 反而日趋壮大 最终规模达到了十万人 这一过程中 维和部队并未将其解除武装 二 未经黎巴嫩政府同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到离南真主党地盘 是家常便饭 维和部队阻止了吗 三 1701号决议 要求禁止向黎巴嫩出售 或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资 但在现实中 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 伊朗源源不断地向真主党提供 包括导弹火箭弹在内的各种武器 维和部队同样势若枉然 蓝线与利塔尼河间 本来处连离部队与黎巴嫩政府军外 不应该出现其他武装人员与军事基础设施 与之相反的是 这里全都被真主党占领了 修建起了各种军事设施 包括数百公里的地道 而在这一过程中 连离维和部队既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 也未加制止 漠视真主党利用离南高地 向以色列发射了7000余枚火箭弹 造成以色列北部的国民被迫逃离 也导致了离以边境冲突愈发扩大化 这一切连离部队能逃脱干系吗 如果仅仅如此 还只能将其归咎于连离部队独职 最关键是 维和部队在一方面不作为的同时 另一方面还采取双标政策 单方面的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以色列 进行无休止的谴责与制止 而对被定性为恐怖分子的真主党 则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维和部队代表着维护和平与公正 连离部队性质完全变了 这种前提下 换作谁 谁又会欢迎这样的部队呢 咱们看看 在联合国通报的以色列军队 第四次误伤连离部队事件中 恐怖分子就躲在维和部队50米外 向以色列军人开了枪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真主党的地道入口 竟然就大摇大摆地 建在维和部队基地旁 乙军在周围清超真主党武装时 维和部队出动进入乙军阵地 维和部队18年来 不但没有执行安理会 2006年通过的1701号决议 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反而成为真主党武装的保护伞 美国欧洲真是资助联合国的冤大头 从俄乌战争开始 被中共深度渗透的联合国就已名存是亡 不知观众朋友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给我们留言讨论 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 于当地时间12号 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最新发文称 以方不会撤回此前宣布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维 不受欢迎的人的决定 此前以色列的这一举措 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谴责 卡茨在帖文中表示 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是不受欢迎的人 并禁止他进入以色列 是因为后者没有谴责伊朗 对以色列发起导弹袭击 卡茨还援引民调声称 87%的以色列公众支持这一决定 古特雷斯可以继续努力 在联合国收集支持他的签名 但这一决定不会改变 以色列在本月早些时候的 10月2号 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为不受欢迎的人 并禁止他入境 这一举措 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谴责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德里维埃表示 法国全力支持和信任古特雷斯 英国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也强调了对古特雷斯的支持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 聂斌甲说 以色列宣布联合国秘书长 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一做法极其无理 闻所未闻 这不仅是对联合国的侮辱 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侮辱 他呼吁案例会成员 和联合国会员国 对这一无理行为 做出回应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傅聪强调 中国坚定支持秘书长的工作 反对以色列 对秘书长的无端指责 很显然 以色列的这一决定 石破天惊 激起了众多国家的愤慨 即便是美国 也从未敢敢公然斥责和制裁 那位联合国秘书长 可是 一个小小的以色列 居然比美国还要更为霸道 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样的处置制裁手段 早已有之 不过都是一国 对另一国的某个人 或者某个组织企业等 而把联合国秘书长 划为处置对象的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不受欢迎的人 言虽简 但意很该 字虽少 但话很重 中东平头哥 果真是人狠话不多 一言不合就开干 古特雷斯 何许人也 古特雷斯是葡萄牙人 曾任葡萄牙总理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 2017年1月1日 就任联合国秘书长 是首位政府领导人 出身的联合国秘书长 那么 到底古特雷斯怎么了 才招致以色列说狠话 下制裁的呢 这里 我们倒着讲述 书里总结 古特雷斯到底说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 才让以色列 发出如此凶狠绝情的制裁措施 10月1日 伊朗向以色列 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袭袭击 以反击以色列近期 对伊朗高级军官 以及伊朗盟友的精准斩首 但古特雷斯 只谴责了以色列 而只字不提伊朗 这让以色列感到非常愤怒 9月17日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丹尼·达农 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 称联合国大会是马戏团 8月19日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 在离任的那一天宣称 这就是我过去四年工作的大楼 一方面 我对我在这里的战斗和工作 感到满意 另一方面 这座建筑 可能从外面看起来很漂亮 内部却已经扭曲变形了 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和沮丧 联合国大楼需要关闭 并从地球上磨去 这也太硬气了吧 而这之前的5月10日 联大地世界紧急特别会议 通过决议 认定巴勒斯坦国 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 联合国会员国资格 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埃尔丹谴责道 今天你们正在做相反的事情 你们再欢迎一个恐怖国家 加入联合国 你们向现代纳粹主义 开放了联合国的大门 这让我感到恶心 说完 他举起一台便携式电动碎纸机 当场粉碎了联合国宪章小册子的封面 早在去年10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必须意识到哈马斯的袭击 不是凭空发生的 巴勒斯坦人民 被令人窒息地占领了56年 他们的土地 一步步被定据点吞噬 被暴力困扰 经济发展停滞 人民流离失所 家园被毁 他们政治解决困境的希望在消失 但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惨况 不能成为哈马斯 骇人听闻袭击的正当理由 而这些骇人听闻的袭击 也不能成为 集体惩罚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理由 这话也对也不对 基本上就是各达五十大板 古特雷斯的发言 立即引起了以色列外长科恩的不满 科恩展示了被哈马斯绑架的 以色列人质的照片 质疑古特雷斯是在同情恐怖分子 漠视以色列妇孺的遭遇 不仅如此 以色列外长科恩 还取消了当天与古特雷斯的会面安排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 在辩论会结束后 对媒体表示 要求古特雷斯辞职 除非他立即道歉 联合国需要一位支持反恐战争的秘书长 而不是一位按哈马斯写的剧本形式的秘书长 这便是以色列对古特雷斯 结下仇怨 愤恨敌对的开端 自此以后 以色列怎么看古特雷斯 怎么都不顺眼 做梦都想 能将他早一秒赶下台 才畅快了 真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么 您觉得以色列是不是做得有点过分了 还是觉得恰到好处 我们也想听听各位您的意见 快讯 根据最新消息 真主党的无人机 袭击了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 与首都克拉维夫之间的一个乙军基地 目前受伤人数已上升到67人 其中4人已经死亡 这是双方冲突升危以来 真主党对以色列最致命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而这次攻击不仅展现出真主党的韧性 同时说明 以色列强大的防空系统仍然存在某些令人担忧的缺陷 据悉 在袭击发生前 有两架真主党无人机 在以色列防空系统中被跟踪 其中一架在海法伊北海岸被击落 但其余一架随后消失 系统默认其已经坠毁或被拦截 而没有触发警报 导致这架无人机击中了以色列军营 初步估计 这是一架伊朗提供给真主党的自杀无人机 该无人机攻击范围可达120公里 最高时速可达370公里每小时 能够携带最多40公斤炸药 飞行高度可达3000米 这次袭击很快在一些人的口中成了真主党的巨大胜利 以色列又要完了 就像他们此前吹嘘伊朗的导弹袭击一样 但实际上真主党这次袭击最大的作用 是给了以色列一个再次打击贝鲁特的借口 此前白宫称 不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全面战争 并要求以色列停止轰炸贝鲁特 老拜头的面子 以色列多少还是要给一点的 因此 以色列从上周四开始 就暂停了对贝鲁特的空袭 很多网友都在评论 以色列面临的是中国军事科技培育下的超限战 而不再仅仅是极端主义恐怖分子的野鸡武装和落后军事理论 因为伊朗的隐身无人机技术 说到底还是中国输出的 秦贼先秦王 塔利班 哈马斯 真主党 野门 伊斯兰好战分子背后的金主 其实都是中共 中共购买了伊朗出口的90%的缘由 世界新四大邪恶周新国 那不就是中国 俄罗斯 伊朗 朝鲜吗 而且中共国才是排第一的 但以色列人的报复很快就来了 以军之所以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一方面因为这里是真主党的老巢根据地 地下遍布秘如珠网的地道系统 且地形复杂 不便于以军机械化部队行动 另一方面也可能跟连离部队的干扰有关 于是 以色列军队包围了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地 将坦克的炮管 直接对准了哨所中的士兵 想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 企图用武力让维和部队知难而退 联合国维和部队一开始嘴还挺硬 说我们就不走 看你能怎样 很快 以军向中共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哨所附近 近距离开跑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中国维和部队战士被打懵了 有的直接尿了裤子 战战兢兢地向上级做了汇报 并请示 是否要还击 打回去 结果可想而知 被上级劈头盖脸骂了一通 谁吃了豹子胆 敢还击 谁也不敢下这命令 当然不敢了 否则只要还手 分分钟可以要了你们的小命 十几年前 以色列就炮击国联合国 驻黎巴嫩观察哨所 致使包括中国观察员在内的 四名联合国工作人员 不幸遇难 这点记性还是有的 中国在该地区 派出了大约410名驻守人员 但外界普遍传言 也有内部人士透露 这些人都是中国工程兵 他们平时别的是不干 最大的工作 就是知道真主党 如何挖地道和修建防御工事 于是维和部队下令 从该地区至少撤出300人的部队 作为回应 并还将陆续撤出更多部队 这就对了 实施误者为俊杰 否则大炮不长眼睛 当然 以色列的目的 肯定不是真的要和连离部队开战 而是希望迫使他们 从毕塔尼河离开 刚才我们说了 真主党不少地道的入口 就建在维和部队基地旁 最近的只有两三百米 乙军在周围倾角真主党武装时 有连离部队出动进入乙军阵地 导致乙军的行动受阻 以色列总理 日前打电话给联合国秘书长 要求其撤走在黎巴嫩的维和部队 他的理由也很充分 联合国1701号决议授权连离部队 在其部队部署区内 采取他认为力所能及的一切必要行动 确保其行动区 不被用来进行任何类别的敌对行动 但过去18年 他们并未做到这一点 现在出来阻止以色列的敌对行为 的确有拉拼架之嫌 这就好比一个地痞流氓 天天砸人家的垫子 警察在一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旦店主拿起刀反击 他们立即想起自己的职责了 合着法律只是用来约束良民的吗 今天在网上还有一件事 也传得沸沸扬扬 什么事呢 说是中国派主黎巴嫩 帮助真主党的IT小组 被以色列F35全监 该小组整个团队 都是博士后以上的学历 全部来自中国西北某大学 真恶心 中共竟然专门派出高学历的IT团队 协助真主党从事恐怖活动 该社交媒体帖子全文如下 来自潮汕亿万富豪朋友圈的消息 向战死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地区的 博士团队IT小组致敬 他们都拥有博士学位 被秘密部署出色地完成了干扰任务 然而他们的行踪和坐标 被以色列摩萨德雇佣的当地抵抗组织 内部叛徒出卖 最终被以色列的隐形战斗机F35炸死 他们的母校是某国西北部地区的某大学 向无名英雄致敬 因为做的是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不能对外公布国籍 姓名 容貌 说的好听是无名烈士 说的不好听就是替我党干脏活 死了白死 真是派的伟大 炸的光荣 国人最悲催的是 不管是草民 还是为党国卖命的所谓战士 死了连名字都没一个 迅速泯灭是党的需要 至于到底是某国西北部的哪个大学呢 很多网友估计 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以前叫西北电讯工程学院 或者西北工业大学 都跟某军有关系 不过能让F35炸死 以军也算是人之一尽 对得起他们的学历了 好的 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要看最全面 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 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 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 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 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 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谢谢大家